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移民过来的华侨 我是刘秀娟 我就是差不多40年前 移民到了洛杉矶 那小孩还挺小的 都是89岁 45岁 带着五个小孩 跟我老公两个人 到了美国 在洛杉矶 我做了一个餐厅 那是第一次做餐厅 那个餐厅做了四五年吧 就做了两年多点 三年的那一年 就是 来了一大批 这个 坏人 就是 我以为是客人了 我接待他们 请他们进来 请坐 就我带着他走那一会儿 他就拿了一个枪 手枪 指在我脑袋上 第一次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 后来我仔细 一看不对啊 那个枪有一种味儿 挺不好 就用过几枪的感觉 我就开始害怕了 害怕了 我那个儿子那时候还小 也就起八顺吧 他就说 我妈妈不懂英语 你要什么你拿走吧 他就跑到那钱柜那 把钱柜开开了 让他拿走你拿走吧 他呢 三个人嘛 一个呢 到我们前面的门 把前面的门锁死了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就到钱柜里面 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在外面一个呢 就是开着车的 车门口 拿了 不到几秒钟 就走了 那时候我们那个餐厅里面 还有客人呢 那客人都没发觉 都不知道 后来给我吓得 吓得我们全家都病了 就是 做那个餐厅 就是做得没有劲儿了 就是害怕嘛 后来这个熬了 两年 就卖了 就做了 后来我就在学校旁边 开了一个小的那餐厅 有一次呢 我就看了 我好快打烊了 我就看了一批年轻的小孩来 我看不得对劲儿 我就把门关了 我就打烊了 把门锁了 我就快点用后门出去 我就开车走了 开车走了 这一批小孩 有一个开车 跟着我 我一直 用后视镜往后看 还是他跟着我 后来我就 他跟着我 我就走得慢一点 我也不敢挺 走得慢一点 我走到那个 那个高速公路呢 我知道那警察挺多的 后来我就把灯打开了 打开灯 我就打了个经纪灯 让那个警察 就是 那个 就是 给我一点 那个 那个什么 后来 警察来了 这几个小孩呢 就开车跑了 这警察把我逮了 他把我抓到那 抓到那跑 让我下来 我就下来了 下来了 他就把我 让我坐在那个 那个 马路边上 我坐在那 后来他跟我要什么 我好像 他说是要那保险单吧 我就向车去那 他就用那个脚啊 一脚把我 踢在 踢在 那个 踢倒了 踢倒了以后 就在那里骂 骂得挺 挺不好听的 后来就是把我那个 license就给我吊销了 吊销了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安了个什么罪 后来去法庭去看才知道 他给我说我乱开车不会开车 后来我就跟法官说过了 我说什么成话 那也没 也不行 去 从考 从考也没考成 那以后呢 我就 不能做了 这个生意 我现在想一想 我在来到美国四十多年呢 是 比较恐怖 害怕 被抢 被什么 都 事都谈过了 可是还是好人多 帮助你的人多 所以我来到美国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就是感觉挺 挺自豪的 挺好的 谢谢大家